You are the cherry on top The apple of my life You hand me out alone And I never say goodbye You are diamond in the room 大家好我是文文 今天来给你们分享有一点励志 又有一点神奇的 关于我小眼睛的进化史 我在初中之前呢 完全是一个纯单的单眼皮 没有通过任何的医美手段 现在也不需要依靠双眼皮贴 就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双眼皮 其实准确的来说它是一个三眼皮 如果你们对今天的分享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基因史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单的单眼皮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双的双眼皮 妈妈说在我两岁之前 是一天单一天双 变来变去的 然后两岁之后呢 就固定在了单眼皮的道路上 当然不是说单眼皮不好 我也有那种单眼皮的闺蜜 非常的时尚 然后也很有辨识度 只是说我个人就是可能 还是更适合双眼皮一些 就是你们看了照片也知道 一直到初一的时候 我们舞蹈队要演出化妆 然后第一次化妆师 给我贴了双眼皮贴 哇我当时觉得天哪 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竟然能够这么好看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双眼皮贴 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非常建议所有单眼皮的妹子 如果你想要有双眼皮的话 可以从成本最低 然后有无数次试错机会的 双眼皮贴开始 不会贴双眼皮贴 或者贴不好看怎么办 你可以去找外面那种专业的化妆师 让它帮你贴 然后它帮你剪出来的那个形状 贴在这种白色的硬纸板上 用剪刀沿着这个形状给它剪下来 就可以作为我们双眼皮贴好看的模型 然后你记住它给你贴的位置 你可以请就是外面的化妆师 帮你调整一下你的两边的眼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好看的眼睛并不是说单或者双 而是要两边眼睛的大小是比较对称的 所以你要记得让它帮你把两边的双眼皮高度调整之后 你剪下两个模型 然后去买那种像透明胶一样的双眼皮贴 就是可以自己去调整形状的 然后你就可以准确的找到 适合自己的双眼皮贴的形状和贴的位置 第一步先不要着急的去贴 要用工具找准我们眼皮的位置 可以多画几个高度 来确定哪一个高度更适合你 睁眼来检查 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位置之后 可以拿双眼皮贴 先从中间开始黏 然后慢慢的推到眼头 因为我很久不用双眼皮贴 所以我家里有点找不太到 这个有点老了 就有点不太好贴 有很多人会遇到贴双眼皮贴之后 眼睛睁不开或者睁不出褶皱的问题 其实有可能是你睁眼的时候 你的眉毛和额头会向上抬 反而你的眼皮就没有办法造成正常的褶皱 就像这样子是抬眉并不是睁眼 那改善的方法就是先把眉毛放松 如果你找不到感觉的话可以先皱眉 然后再慢慢的睁眼睛 在我学会贴双眼皮贴之后 我是一天都没有办法离开它 我没有双眼皮的眼睛给你们看一下 那我是贴出来的 所以现在还可以变回来 就是我单眼皮的时候是长这样的 你们能理解曾经那个一天都不能离开双眼皮贴的我吗 变回来 初二开始一直到高二 经历了将近四年的每天都贴双眼皮贴的日子 再来跟你们讲一讲怎么去摆脱双眼皮贴 那这个就会谈到一个眼皮的肌肉训练以及肌肉记忆的问题 首先跟你们讲一个很蠢的办法 但我觉得很有用 你用力的向上针的同时 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加重你的双眼皮褶皱处 可以贴着双眼皮的时候 一直用力这样睁眼睛然后放松 睁眼睛放松 从你贴双眼皮的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大概是贴了一年的双眼皮贴之后 开始慢慢的剪短我对双眼皮贴依赖的时间 比如说我早上起来贴双眼皮贴去上学 然后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就会轻轻的把它撕掉 撕掉之后呢 我的眼睛就可以从下午2点一直坚持到晚上睡觉之前 那可能又经过了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 我会在中午吃完午饭之后把它撕掉 会一直维持到晚上它不变单 要让我们的眼皮习惯慢慢的脱离双眼皮贴的帮助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眼睛会一不小心单下来 然后你要这样给它凹回来 这样子的过程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多凹几次这样子 让你的眼睛自己去找到你双眼皮褶皱处的位置 接下来就到我第二个阶段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高中的时候是住校买 然后一周才能出去买一次东西 当时是我的双眼皮贴用完了 然后来不及出去买 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忐忑 因为我想着天呐怎么办 这么臭美的我 没有双眼皮贴 我第二天早上应该如何去上课 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发现 妈呀我竟然还有双眼皮贴 你们知道那是就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情吗 之后的那一天我过的是坦坦特特 不断的检查自己的双眼皮还在不在 结果第二天睡觉起来 我依然没有双眼皮贴 我的双眼皮褶皱还是坚强的出现了 后我就借着这个契机 借掉了我的双眼皮辅助 形成的双眼皮并不是现在的这个轮廓 而是那种有一点肿的非常不深邃的双眼皮 一看就是贴出来的那一种 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阶段 眼部肌肉的练习 以及让我们的眼角变得更开 让我们的眼窝更深 所谓眼窝就是这一块 让它有一点点像内凹 之后比较肿比较没有轮廓感的双眼皮 大概陪伴了我三到四年 然后在这期间偶尔眼睛很肿的时候 还是会变成单眼皮 那我还是会用双眼皮贴给它固定 学毕业之后呢 看到了一个叫海龟的妹妹2.0的一个博主 她分享的眼部训练的一个教程 在我做这个教程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吧 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的眼皮更加的紧 然后没有以前那么肿 而且眼角这个地方好像会变得更加的开一些 老板的眼部训练动作一 双手C字形 植骨按压太阳穴 手指牢牢的按压眼周 并向斜上方推三到五厘米 然后我们的额头和我们的眼皮 都牢牢的向下用力去对抗手的力量 闭眼时配合呼气 大概六秒为一次 一组六次做三组 动作二 三根手指将眉毛的后三分之一处向上推 还是跟第一个动作一样的用力方式 六秒一次三组 前面是三个眼部肌肉放松的动作 分别从我们的眉骨下方 眉骨上方 还有我们的太阳穴的位置进行松解 手指按压眉毛后三分之一处向外三到五厘米 眉心向内靠拢 重复六次 动作二 用食指拉住眉头 拇指在眉尾处向上提 然后眼睛跟额头向下用力 找对抗的力量 三根手指按压在眉毛上方 环环向下 眼睛向上 与眉毛对抗 怕你们看不清楚 我们拿一只手指给你们再看一次 就这样 环环向下的同时 眉毛向上 一开始我也觉得非常的神奇 就入了这个露脸坑 所以之后接触到了它非常多的教程 我以后也会给你们分享 如果你的双眼皮也比较松 或者说你贴双眼皮很多年了都没有办法固定的话 我建议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尝试一下这个教程 最后要给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 在我们的眼睛已经贴出双眼皮 或者说它可以不定时的自己变双之后 一定要尽量避免我们的眼皮在一个浮种的状态 因为每浮种一次 我们的那个双眼皮褶皱的印记 就又会被推出来一点 印记条件的话 可以入一些专门针对眼部去浮种的仪器 如果说你是学生党没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冰敷的方式 给你们分享一个以前我住校的小心得 就是可以去学校的小麦夫 买一瓶冰的矿泉水 然后把它有开之后 用一个吃饭的小勺子 给它用这样子的背面 放进去冰震一下 然后拿出来抖干 它就会是非常冰的 轻轻的贴在我们的眼皮上 上眼皮和下眼皮都可以 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比较快速的 去消除浮种 还有一点消除浮种 从根源开始 就是晚上睡前 八点或者九点之后 就不要再喝水了 第二天早上浮种的 机率就会小非常多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 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吧 记得关注我